聖誕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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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 后来受耶稣呼召成为他的门徒之一 马太另外有尼味这个犹太名 我们再次遇见一个人 这个人的生命在遇见耶稣的时候 发生切头切腿的转变 在马太被耶稣呼召之前 他在加伯罗三任瑞利 这就是为什么他被大多数犹太人民鄙视的原因 他不单止用罗马人做事 而且还和那帮对百姓欺诈压迫 恶名超章的人为戎 但是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 他立即放下他原本的工作跟随耶稣 事实上我们除了知道 他后来写了四福音当中的其中一卷之外 我们对马太的生平所知甚少 在选写有关耶稣生平的书卷的时候 他心里所想的是他的主要读者 具有犹太背景的新基督徒 圣经特别是新约圣经 向我们介绍了很多在生命中经历彻底改变的人 马太是一个非常洁出的例子 他写的福音书 见证耶稣身份和作为的感人力作 但是他本人 从未企图引人注意 他其实可以用戏剧化的方式 巨细无违地说述自己的经历 但是他没有 只有当一个人被耶稣的信息征服的时候 才能够产生这种变化 这种改变会促使一个人去传讲并书写他的信息 而不是自从关注 而这些改变也能够赋予人内在的力量 令到人能够活出在基督里面的新生活 现在让我们一同讨告 亲爱主 感谢你赐给我们 好像马太那样的典范人物 如果想详细了解马太 可以延伸阅读 《马太福音》9章9至13节 以及《试图行转》1章13节 今日的人物介绍就到这里 明天会继续和你们分享另一位圣经名人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